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 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后半段 从第十六节到最后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一起要看到 耶稣在地上是怎么做事的呢 耶稣在地上是怎么样做事的 我们知道 耶稣他受天父的差派 来到了地上 那他在地上三年半的服饰里面 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情 那他是怎么样去做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 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就继续讲到说 他在殿里面 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 那后来呢 这些法利赛人就对他 要攻击他 要来逼迫他 因为他在安息日 来医治人 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说啊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 他是看到天父在做什么 他才去做的 换句话讲呢 他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病人 是因为他看到天父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就照着天父在天上 在灵界里面所做的 他就被神使用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到耶稣他做事情呢 就是看到天父所做的 他才去做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看到灵界天父所做的事情 他看到天父在天上所做的 看到天父的心意 然后他就跟着去做 就把灵界的事情呢 带到了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呢 都是父在灵界里面所做的 然后他把它在地上做出来 然后呢 接着他就讲到说啊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只给他看 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 只给他看 叫你们稀奇 这也是我们可以跟神求的 就是天父爱我们 要将自己所做的事情 来指给我们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看到天父在做什么 然后呢 我们就照着他所做的去做 然后接着就讲到说 耶稣呢 就预言他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也就是天父将来要做什么 然后呢 让他在地上照着去做的 第一个呢 就是讲到说 让死人复活 所以呢 那耶稣就讲到 那耶稣就讲说啊 你现在看到我 叫病人的医治啊 这个孩子是小事啊 将来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天父已经让我看到 他将来要做的事情了 就是要让死人复活了 然后不仅如此啊 神更是让他有权柄来做一件事情 是来审判的事情 所以呢 天父把审判的权柄呢 交给了耶稣 那所以呢 事实上 耶稣呢 接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审判 这个地方也讲到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要来执行审判的工作了 那天父把这个审判的权柄 还有把叫死人复活的权柄 交给了耶稣 目的呢 就是在二十三节 叫人都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一样 所以天父就是要来尊荣耶稣 我们在地上的人 都应当要来尊崇耶稣 因为他是叫死人复活的 他也是审判万有的 然后呢 耶稣就继续的讲道说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又讲到 怎么样才能够有永生呢 就是要听耶稣的话 然后相信天父 要听耶稣的话 相信天父 这样子就能够得到永生了 然后呢 接下来 他也讲到说 他将来是怎么样审判呢 他审判就是在二十九节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然后他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样审判 所以耶稣呢 看到天父怎么做 他就怎么去做 他听到天父怎么样去审判 他就怎么样去审判 所以可以看到说 一方面耶稣是怎么样的顺服天父 跟天父又最密切的合作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是天父在地上的代表 是天父在地上的手 来执行天父的旨意了 接下来 就讲到说 他所说的这些话呢 不是口说无凭的 是有人来为他做见证的 他就提到 有三个 有三个主要为他做见证的 其实可以讲三加一 那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为他做见证的是什么呢 就是施洗约翰 所以前面有讲到施洗约翰 怎么样来介绍他 就是神高扬 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就是神儿子 他就是基督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个为耶稣做见证的 就是天父自己了 天父也为他做见证 比如说在施洗的 耶稣受洗的时候呢 天父呢 就说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所以第二个为耶稣做见证的 就是天父自己了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讲到 是圣经 圣经也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 在旧约里面 从头到尾 都不断的有 这个预言弥赛亚的来到 也介绍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也是为耶稣来做见证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为什么能够信耶稣呢 第一个 施洗约翰有做见证 第二个呢 就是天父为耶稣做见证 第三个 就是圣经 为耶稣做见证 然后呢 最后也提到说 摩西 也是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 三加一 就这些 见证 我们就可以来信耶稣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 看到 耶稣他是怎么做事情的呢 他一切的服事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看到 天父怎么样做 然后他就跟着做 然后他听见 天父怎么样审判 他也照着去审判 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随从圣灵的引导 来去服事 来去做事情 不是凭着自己 而是凭着圣灵的引导 愿主来带领我们 阿们 来自你 给来自然的引导 他再次贮助 嗚 嗚 嗚 感谢观看